劉建國至今還歸縮神隱 不敢面對他的論文的質疑 從這個態度我們就知道 劉建國他不適任擔任我們雲林縣長的這個候選人 因為作為一個縣長 作為我們的父母官 他連承擔自己過去 不管是放下錯誤也好 都沒有勇氣 沒有承擔 沒有肩膀 所以他不夠格 作為我們雲林縣長的候選人 那竟然劉建國不願意出來回答論文的問題 我就會加碼繼續爆料 絕對會有一天等到你劉建國不得不出來回應為止 我最近也接獲這個我們雲林的熱情的鄉親來檢舉 劉建國他現在在抖六四公民路3號 有一處競選總部 大家應該在雲林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過去我們長安附近唱歌 那這一座競選總部 據我的爆料人指出 過去他曾經是農地 而在劉建國開始參選 明代 開始選立法委員 之後 竟然就變成了競選辦公室 從農地上面 長出了建築物 還變成競選辦公室 非農地使用 而劉建國要怎麼去面對 過去你的主任 你的競選辦公室 口口聲聲說這種小事都處理不好 你憑什麼擔任國家大任 你憑什麼守護台灣 劉建國你憑什麼抗中保台 劉建國你憑什麼 當我們雲林人的父母官 所以劉建國你不要再躲了 你躲得了一死 躲不了一世啊 這一片農地無端的 竟然長出來不是草 長出來是你的競選辦公室 違法使用十年 你難道不應該說清楚 講明白